各位好,今天是2月29日,星期四是2月最拉尾的交易日 也是3月期指第一個交易日 昨天出現了A股,有一件事就是 很多到期的衍生工具產品結算 究竟是有心存沽等等 很簡單 A股方面,一千隻跌停板 一千隻跌停板 產生了一件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證監方面就出來說 DMA DMA是什麼東西呢? DMA就是,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買賣的呢 就是要聽國的券商 就是經紀去做 如果經紀再跟著去做的話 第一,打電話給他券商 喂,我估計是123456790 那見商聽了你之後 哦,他就跟著去交易手 啊,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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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盤123456790 那這個電話 和這個電話打之間呢 那有個時間差 這個時間差的時候呢 對於有一些 就是要做得很快去交易的 即是高頻交易的人 他就看到,哇,那個基督都在跳 那你的券商打下去之後 他始終遲了兩秒 這樣 然後做的時候遲了一點點 這樣他就會產生了 特別起這些高頻交易的人 那些人呢 真的差一個 那個價位 他們就是 講暫時的嘛 所以他說,不要了 券商方面呢 你 不需要跟我做事 你直接呢 給我有個戶口 我直接是 直接是 直接跟這個證券交易 就是交易所那裡 就做買賣 那些人說 就去了那裡 就少了券商那樣東西 那券商說 哇,那我沒有生意做 不行啊 那他說,不要緊 我便給你一點點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高頻交易的人呢 就可以直接 入到他的交易所裡 去做交易的 那產生什麼呢 人人都給錢 這些券商去做這件事 那大家一做的時候 有時候都很快趣 一很快趣 做的時候 就會有一件事 所謂的高頻交易 其實都是洋姑來的 他們都是 洋媽媽洋大嬸 你一見到 有人在做事的話 另外這個呢 另外這個呢 因為大家都是 程序式的買賣 這個跌了 什麼跌了 可能會跌破了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來做 可能用技術性指標 可能用其他量價指標 可能用其他量價指標 平價平均的樣子 這隻股 平價都在做這個 500萬股成交 一定是真的 現在到600萬股 買入了 那我就說 有你沒有理我 就不要理他了 買入了先 那這樣湧入去 那這些東西 只是沽出1000萬股 那今天沽出1000萬股 那今天沽出001萬股 嘩,多了我就沽了 我又不要理他了 我又沽了 那變成大動的東西 很多 這個DMA 我可以說 遲早是被取消的 因為 為什麼會遲早被取消呢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所謂的股價升跌得多的時候 叫做冷靜期 冷靜期的意思就是 大家不要這麼心急 不要這麼賣 不要大家是一波瘋去做事 1987年美國的股災 那時候是黑色星期 得出了一個結論是什麼呢 如果那天有人 去把交易所的電子 就停止了 即是突然間沒有電 那所有這些高頻交易就停了 那立刻就停止了 其實這個是停市 所以很多人說 停市就有唯一一個 是自由市場 你干預 其實你看有什麼 美國一樣 你最近有些就知道 都是停市的 不過它不是全停 它是這隻股票 動波動得多 停 停 有一個冷靜期 這個冷靜期是怎樣 突然之間 就把所有電腦交易本 跟你停電而已 一樣 一樣 所以在這點裡面 所謂的程式交易 當然啦 你炸機關槍 我們散戶 拿一把小刀 我就死給你看 如果大家都拿機關槍 一個拿M16 一個拿AK47 我都不知道誰打瓜誰 所以 BMA遲早在中國 是會備受限制 那沒事啦 證監一定出來了 不清一定說啦 要根法依法辦事 這個依法做的話 那就股市輕了嘛 那於是 一定有人 這次又被罰 因為你違規操作 那一罰之後又怎樣呢 那市又會安定了 又會上去了 那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接下來的三個月至六個月呢 你不聽話嘛 你想試嘛 你以為什麼嘛 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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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有人就是被停止交易 那停止交易你還死 因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盤是怎樣 如果到期那些盤做不到 有個所謂time 是這個eclipse所來的 就是你到期 譬如說 你是二月的 是期止的 我停課 我停止到三月三號 那你死啦 所有人到時都結算了 好似一個學生 我停 停了你 不讓你去考會考 那你五年的 或者六年的學習 都是白費的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個人很希望 這些違規者 我們沒有違規的 我們散戶 沒有違規的 這些所謂大的違規者 挾持著一些所謂的 是科技產品 來魚肉 我們這些小投資者 我鬼不看他 拔到傾家蕩產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呢 我對 當然啦 如果你說 吳清呢 都是由於 整整的事情 牽涉到各方利益 不准你做這麼多事情 那就真是沒得商量了 那 其實不是 不是不出現這件事的 朱鎔基 當他做這個總理事 他一開始都說的 我打定五百副棺材 行秘雷鎮 意思就是要反貪污 他說 留一副給我 他以身才想去 清除中國的貪污事件 唉 不過 他不貪污 他不想做事 他只是想做事 他的老闆阿剛 不想做事 所以你看看 在剛時代的時間之中 是最多古靈精怪的東西出現的 太子黨 所做的東西 包括 頭髮豉油 用頭髮來拌到一些東西 做出的豉油 這樣也可以 然後 然後 要做出什麼 用這個工業園 當食鹽湧 賣 賣 還有很多 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真的跟那個時期 貪污 朱鎔基想打 不過老闆不想打 老闆不想打 是因為他有太多 這些所謂的太子黨 其實同樣好像現在美國 拜登 拜登有很多貪污的事件 不過由於現在總統 又不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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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說了那些記者 都被人家炒鬼了 被人家拉鬼了 那沒辦法 這些不重要 這些沒什麼問題 美國 我鬼不看他貪污到避 一貪污之後 很多事情 就不公平 不公正 發展 一定不是向最好的方面發展 而是向了錢方面發展 而最後 一定會有偷工減料等等 事情的事件 所以 而那個 最後就是坐椅子 都會掉下來 因為 你貪污 所以買一張椅子 是不穩陣的 你貪污 所以採購回來的椅子 就不穩陣了 就是這樣 或者你也要說 美國軍費支出很多 即是美國 五角大樓裡面 每一個煙灰缸 是35元美金的 煙灰缸仔 那為什麼呢 唉 也不要說 煙灰缸仔 在這個中國 賣多少 那當然 他檢查過 裡面有沒有 就是華為的 芯片 有沒有什麼 偷聽器 涉到煙灰缸 那裡 透明都不行 透明的煙灰缸 都不行 因為你可以做到 透明的芯片 就是這樣 想之當然 那就這樣做 好了 廢話說完之後 我暫時還是對A股還是有信心 信心在明清這個人 好了 那沒有啦 今天就是這樣做 不要緊要啦 看看 一二三四五的版派裡面 來來去都是這樣 綜合企業 汽車 就這個半導體 用龍藍燈等等 化學製品 那 林業方面的 沒有什麼 這些四毫子的東西 多了這個 四個先的東西 多了兩個先 就剩下78% 74% 沒有用啊 這個是不是 神明子業就OK 那 這裡 其實這些子業OK 代表有些東西 是好的 半導體方面 基本上都好的 這些是大的東西來的 大的東西來的 那 那再跟著 就有這個汽車 汽車又OK 那除了這些 細A的東西 那些東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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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著呢 就是有這個是綜合企業 綜合企業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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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種勢 製造近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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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得談 法學製品 法學製品全部都是這些 東岳我都說 一年炒幾次 現在還未炒完 買不買就各自自己想 因為這裏都有很多高手混雜 我們看看其他個別板塊的股票 就是這樣 百度真是可憐 業績好 真的都被人偷 你上汽車 你上完之後 一幾天之後 又會下回來了 騰訊 我都會覺得 騰訊、阿里巴巴 要很小心留意 他們現在不是一個上升週期 很多人還說 哎呀 騰訊跌了這麼多 阿里巴巴跌了這麼多 可不可以撈底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當阿里巴巴跌二百多元 所以我說他跌到七十幾元 當時還在一個 研討會上面 而在座者 有香港阿里巴巴的高層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我會說他跌到七十幾元 你不介意吧 他說 不介意 不介意我就說 你介意我就不說 這麼多 好 好了 那看看 現在呢 都是 起這裡 都是這樣了 我躲躲住 看看會不會是 這個是保利加通道的宗族 我希望他不會 會啦